小朋友有更需要稀釋 很多人運動完之後 會補充大量高蛋白質的東西 牛排啊 什麼高蛋白質飲品 但是其實這個對腎臟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負擔 因為你在運動的過程中 我們的肌肉就會分解很多 對腎臟有負擔的成分 而且它是叫你馬上運動完 一個小時以內要吃 比如說無糖豆漿 對 比如說真的蛋 那個蛋 脖殼 其實瓜哥 你現在講的這些天然的食物 我們都覺得還好 怕的是有人會泡這種 所謂的高蛋白泡 前之前還有人送我一份 運動完來泡高蛋白 因為怕的是說它濃度 用的量或者是喝的量很大杯 其實那個對於腎臟來說 就是非常大的負擔 就吃食物就好了 對 吃食物 吃食物其實它的蛋白質比例 不會我們想像中的這麼高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會覺得 還是有一些人是需要運動飲料沒錯 因為像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最近為了要瘦身 他就很迷所謂的TRX 就是他運動強度是很強的 然後他一次就做兩個小時 他就發現說 為什麼我每次做完這個運動之後 我晚上回去 睡覺都會手麻腳麻 甚至抽筋 然後後來我就說 那你有沒有 因為他不喝甜的飲料 所以他根本不喝運動飲料 他就喝水 然後我就說 那你下次試試看 你做完這個運動之後 補充一些西式的運動飲料 他喝了之後發現 的確他就沒有這些手麻腳麻的情況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 你也是運動完強度 有一定的強度之後 發現說會有抽筋或者是手麻腳麻 那可能你是需要運動飲料 但是記得一定要加水吸食 我這邊是遇到他是一個機師 所以他大部分運動時間 都是在晚上大概11、2點 但他是去健身房 可是他的時間也不會太久 就大概一個小時 可是他就知道說 運動完之後就是要補充運動飲料 所以他就是在運動過程 加結束之後 他每天就 1500CC的運動飲料 哇 1500CC的飲料 對 因為他認為他在補充水分 在順便補充電解質 所以他因為這樣子 他整個在運動 然後後來兩個月回來之後 他說他已經又胖了5公斤了 哇 天啊 1500CC喝起來很噁心耶 很痛 而且很甜膩 很甜膩 又酸又甜膩 而且量子大概有400到500大卡 這是大概一碗半飯的熱量 一碗半白飯了 對啊 所以他就是邊運動 然後邊喝 然後這整個結束 就是他覺得這樣子是比較好的 所以這邊就是 因為大家的那種試口性不一樣 有人就不覺得他甜 覺得他很好喝 覺得這樣很舒服 所以這個東西真的要特別注意 其實很多的像我們那些什麼 一些3C的產品 比如說手錶 或者說手機 都可以計算我們的運動 小米西亞 對對 那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運動的量 來去調適說你大概從飲食上面 或者是從 配多少 對 應該是配多少這樣子比較好 但是除此之外 事實上像剛剛董哥有提到就是說 像小朋友發燒 事實上發燒 拉肚子 或者是食慾不好 是因為你整個的進食的情況 因為我們正常的人 你運動完以後是可以吃東西的 但是如果說你因為這樣子疾病 那或者說像小孩子 還有我們很多的孕婦 因為懷孕的時候噁心不舒服 你根本吃不下 對不對 一直在吐 那這種電解質失衡 甚至於有些孕婦他很容易腸胃炎 腸胃炎的時候我們都會建議他說 你要暫時空腹不要吃東西 這時候我們都會建議他用 就剛剛講說一半的運動飲料 兌一半的水 那就是可以溫溫的喝 那就可以補充他的所流失的電解質 還有熱量的部分 一般來講這種運動飲料 或是電解質的飲料 事實上不是壞東西 那就是說你要怎麼去應用它 像我們疾病上面 我們就常常會這樣去做食用 那反倒是可以幫助他很快的 體能的恢復 或說這個電解質的平衡 那一般人你運動真的會流失掉電解質嗎 很少 連我們像我們在急診常常拉肚子 我們抽血 很少人真的拉到電解質掉的 我們會驗 對 所以其實你這樣子 基本的運動要掉電解質很難 我們從一般的飲食其實是可以補回來的 那有一個健身教練呢 他就是那天他做了一萬多下的仰臥起座 一萬多下 對 他想要練 他要練出八塊 他覺得他有六塊他要八塊這樣子 對 所以他就練 結果呢 結果他是過度的運動造成大吐 大吐 然後他就覺得要補充 所以他就補充了四五罐的運動飲料 結果他來到急診 他是很厲害的 恆文肌肉解症 然後他異協獎 超過頭 對 然後 而且這種恆文肌肉解症 就是他剛剛有講到 就是我們的肌肉會受傷 會有代謝一些不好的東西 然後腎臟的負荷很大 他的那個指數一萬 就是他做一萬多下 他指數一萬多 他急性腎衰竭 對 所以我們在運動後補充那些蛋白質的食物 也是要很小心的 因為是真的會讓腎臟 短暫時間重大的負擔 喝茶容易骨質疏鬆 這個是問號 飯後喝茶 有鑄排便嗎 也是個問號 那當然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茶是不是裡面有一些成分 對身體有一些負擔 但是其實骨質疏鬆的話 其實它 它還是會影響到一些礦物質的吸收 包括鈣質 比如說如果你剛吃完東西之後 如果你的食物裡面很多鈣質 你這時候喝大量的茶 它會結合 就會減少他的身體的利用 但是茶裡面有一個成分叫做 這化合物其實它可以抑制 食骨細胞的破骨作用 什麼叫破骨作用 就是食骨細胞如果它作用的越旺盛 它就會把骨頭裡面的鈣質 拿出來到血液裡面 給身體利用 所以你的骨蓋就會變少 但是黃銅類的東西 茶裡面的黃銅類 它會抑制這個破骨的作用 所以其實對於 因為停經的婦女我們都知道 其實雌激素大量的流失 所以其實它會 骨蓋其實也是會跟著流失 所以這時候其實黃銅類的成分 對於骨質是滿好的 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 要講到說 喝茶其實有個非常重要的時機 很多人喜歡空腹 或者是飯後喝茶 為什麼第一個 空腹喝茶不好 因為空腹其實裡面 有一些酸類的東西 其實對於我們的胃 會有一定的刺激 再加上茶 大家知道紅茶跟綠茶 哪個咖啡因比較高嗎 紅茶跟綠茶 紅茶 綠茶 紅茶 紅茶的咖啡因是比較高的 所以其實如果有些人 對於咖啡因比較敏感 他空腹喝的時候 咖啡因馬上吸收 其實會出現 像我之前就遇到一個同事 他就是平常沒有在喝茶 也沒在喝咖啡 然後有朋友從國外 買所謂的有機茶葉給他 他就覺得說 那我就放在辦公室裡面喝 當作飲料這樣子 就一開始喝了之後 他就覺得 奇怪他怎麼在打劑的時候 手一直在抖 然後他就想說 是不是冷氣太冷了 然後還問旁邊的同事說 你們會不會覺得有冷氣變 大家都覺得沒有 一樣 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是因為他喝這個茶 導致他手抖的情況 還有飯後 很多人覺得說 我飯後喝一杯茶 好像去油解蜜 但是其實茶裡面有些成分 會 反而讓你更容易消化不良 或者是便秘的情況 可是很多人生活習慣是這樣 就好像飯後一支豔羊 他飯後來一杯茶 真的 真的 莫大的滿足 很多長輩這樣 如果真的要喝的話 要喝淡一點 淡一點 可是我跟你講 因為老人家都很愛喝茶 像我媽媽從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喝茶 她不喜歡喝水 所以她早上起來口渴 第一杯都是先泡茶葉 對 然後她長期這樣喝下來 她現在已經六十幾歲 前陣子 她在曬那個被單 在陽台 陽台大概就只有我腰這麼高 然後她就爬上陽台 然後從陽台上跳下來 她覺得她可以 這個高度她認為可以 對 結果一跳下來 腳這 腳踝關節 痕碎性骨折 哎唷 對 所以就是 就這麼要高度而已啊 喝太多 所以鈣質會流失 所以它非常容易 一摔倒就骨折 因為其實這些茶 它會跟我們食物裡面的鈣質結合 就減少了它的利用 茶裡頭的丹寧酸 它會抑制我們鈣跟鐵的吸收 所以尤其飯後來一杯茶的人 你可能我們吃的這個裡頭 含有鈣質 或鐵 就是女生會缺鐵性貧血的人 你可能就會變得這個症狀 會惡化 但是你說它會不會 直接造成骨質疏鬆 我們目前沒有研究發現 它是畫上等號 沒有這種報告 對 原因就是因為 剛剛名化她講了說 在茶裡頭 它其實又含有 可是因為其實這樣的兩個文章 它的原理都有 所以你會在網路上 會看到有一半的人會講說 喝茶會骨質疏鬆 有另一半的人會說 可以多喝茶 因為茶可以預防骨質疏鬆 就會看到這樣 所以我們之前 其實我們會有一些那個 全身健檢 他們裡頭就會驗骨質的密度 其實有一些這個中年 有一個中年女孩子 他是講 他就是骨質減少 沒有到骨質疏鬆 我就跟他在聊 他就說怎麼可能 因為他有看到說 茶葉裡頭的這些成分 類黃酮的成分 可以幫助我們不會骨質疏鬆 他拼命喝茶 可是後來詳細一問 他喝的是什麼 是就是我們手搖飲 因為他的年紀其實很長 我們在辦公室 他就叫外帶 他每天都認為他有喝 那那個其實他裡頭的 所謂的 額茶酥或類黃酥的量 是多還是少 其實是問號 我會覺得說 可以在空腹飯後 這兩個時間不要 那可以 其他時間有時候喝 會造成身體負擔 早上起來 千萬第一杯要喝水 對 真的 我還是告訴他 一定要喝水 我那天看到一個 營養師在講他媽媽的事情 他媽媽 炒菜都不放鹽 不放鹽 都不放鹽 所以他吃 所以他從小吃那個鯧魚 看得像吃輪胎一樣 他覺得好含氣 就不放鹽 後來他媽媽高血壓 他說奇怪 你都不放鹽 為什麼 怎麼會高血壓 他去研究這個問題 就是他媽媽不喝水就喝茶 哦 你知道嗎 因為茶其實裡面 我們剛剛講咖啡因 它其實還會瀝尿 對 所以其實會 其實有時候 你喝200cc的茶 你要多補200cc的水 去補水 茶跟咖啡比起來 它的咖啡因又比較少 但是我們喝茶的人 都是喝一整天的 那咖啡因其實 早就超過喝一杯咖啡的人了 所以這個地方也要注意 那再來就是有一些茶 還會加一些像花草之類的 像我們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 他這個茶就是 他說可以保護他的肝 肝增強免疫力 結果裡面是有一些那種 柑橘類的 結果它本身有逼肝 那有一些柑橘類的花草茶 它會那個傷到肝臟 對 就